如果普尔说我最烦劝我大度的人 这种人离他远点 招雷批使容易连累到你 你还会怎么劝呢 你这个大度不大度啊 也分事 如果是杀父之仇啊 谁劝大度啊 夺妻自恨呢 没有到这个境地啊 那你要说这个生活当中 但凡上学的啊 俩小孩会在那边打一块了 你劝他大度一点 这叫错吗 这不叫错 因为什么呀 人生当中这种就是小砍小壳 一个台阶而已 稍微抬抬脚 当时卖过去了 你这种情况下 要劝的大度 这完全正常的 当时那个郭德纲 这原话他指责是啥呀 如果说你身世 就是说这个对于自己啊 有那样一种 这个特别为世俗所不容的 严重侵害的话 那确实你要劝的大度不行 但是呢 首先一点这是个小事 尤其男人之间小事 没把你鼻子打歪巴 牙掉没掉一刻呀 不也没吗 打个五二轻啊 眼睛打瞎了 没有 连点伤都没有 格林守着盖呢 脚的都干净 都没有把乔登普尔啊 漂亮的那张脸呢 给划破 那么一顶点皮 而且这力道 直接就是这个 通过顿气的方式 把这个皮肤给拦开 也没有 你要说像打拳击似的 一下打碾脚 把皮肤拦开了 那说明格林 也属于是下了重拳了 这明显没下重拳呢 因此啥事没有 能不能说差不多得了 不就这样吗 你就好像说 确认大度啊 确认大度得分事 你比如说我排队 后边有个人啊 把我这个鞋给踩掉了 我上去一顿臭骂呀 我这辈子不原谅你啊 旁边还跟我讲 你大度点吧 我还跟他讲 不吃人之苦 这个不要劝别大度 当时你说我这是什么行为呢 小题大做这叫 对不对 这叫小题大做 这不行 所以这个乔丹普尔啊 不能继续小题大做了 而且团队的利益 那你是不是一个团队球员呢 未来你也得有这种包容胸怀 不能说一点事讲就没完 哪一种 就是说你可以这个不劝的大度呢 当年勒布朗詹姆斯队内其他的一些队友 如果说你这个触手啊 已经涉及到 让人感觉确实有点这个难砍了 人无可忍了 这个不可能大度 这你就是混的再踩 我不可能给你哪怕一个岗队 就这种感觉 这是不可能大度 你其他的事呢 都是有些小事 没啥可这个不能大度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